欢迎来到我们的电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你穿梭在全球汽车市场的巨浪之中 谈看电动汽车EV的发展 是如何在不同地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首先让我们看看欧洲市场Volkswagen的电动汽车销量 在2002年第一季度暴跌近四分之一 看来在电池动力汽车的需求停滞之下 司机们似乎又回归到了熟悉的汽油车怀抱 但别急着坏场景到中国情况 这大不相逢就大不相同了 新型电动汽车的推出和价格下调 助力电动车销量同比增长了30亿 8%达到了209万辆 看来中国市场对电动汽车的热情依然高涨 但是当我们把视线从地面一向更宏观的全球气候变化时 情况又变得复杂起来 诺尔尼诺、荷兰尼诺、荷兰尼诺的现象 这两种太阳天气现象对全球气候的深远影响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这提醒我们面对未来 我们需要更加智慧和决心 以科技和创新为盈利 共同应对挑战 开创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最后让我们不忘记 让我们不忘记 无论是在欧洲的电动汽车销量下滑 还是在中国市场的电动车销售高涨 亦或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 这些现象都在提醒我们全球汽车市场和气候变化的复杂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起探索这个多面的世界 看看我们如何能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找到我们的道路 在汽车市场的无垠天空下 电动汽车一比曾经如同然而升起的星星 预示着未来出行的方向 然而最近的一系列报道揭示了这颗星星的光芒 似乎暂时暗淡了一些 这位Graphic Volkswagen在欧洲的电动汽车销量 在2022年第一季度暴跌近四分之一 这个数字令人震惊 随着需求的需求停滞 随着电池动力汽车的需求停滞 自己们似乎又回归到了熟悉的汽油车怀抱 全球范围内这家拥有奥迪 斯科达和保时捷等品牌的汽车制造商的 全电动车销量下降了3% G136 400辆 而燃油车的销量却上升了4% 接近200万辆 这一转变的背后是政策的回撤和政治家们 对于禁止汽油和柴油车的雄心壮志的重新考量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市场的情况 Vikage的报道显示 中国的汽车销量在三月份同比上升了9.9% 是第一季度的销售额达到了两年来的最高水平 本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西亚安的数据 从1月到3月车辆总销量同比增长了10 6%达到了672万6 172万辆 轻型电动汽车的推输和价格下调 助力电动车销量同比增长了31 8%达到209万辆 这些数据不仅展示了中国市场对电动汽车的强烈需求 也反映了中国在推动电动汽车发展方面的坚定决心 原来当我们聚焦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更宏观视角时 多应传了一篇文章提醒我们 自然界的变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文章详细介绍了厄尔尼诺和拉尼纳现象 这两种太平洋海洋天气现象对全球气候的深远影响 这个没两道轻流气候的深远影响 这个没两道青年发生一次 由于贸易风的减弱和逆转而导致暖水不再从南美流向亚洲的现象 正在引发极端热浪、干旱和严重的农作物减产 它不仅在南部非洲造成了灾难 在东南亚引发了创纪录的高温 在东非引发了洪水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 厄尔尼诺事件变得更加频繁和剧烈 对人类的生活和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挑战 这些报道共同描绘了一个复杂的全球画卷 一方面随着政策的变动和市场的波动 电动汽车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迫在眉睫 呼吁我们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应对 无论是在欧洲的电动汽车销量下滑 还是在中国市场的电动车销售高涨 抑或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 这些现象都在提醒我们面对未来 我们需要更加智慧和决心我们面对未来 我们需要更加智慧和决心 以科技和创新为引领 共同应对挑战 开创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在全球经济辅速的关键时刻 各地的企业和市场都在寻找突破口 希望能在后疫情时代中脱颖而出 从香港的投资峰会到泰国的汽车产业 再到全球电动车市场的竞争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区和行业 在面对挑战时的策略和成果 南华早报报道 汇丰银行计划于202025年初 在香港举办另一场全球投资峰会 即今年春风举办首届会议后 这次会议以香港回归为主题 获得了巨大成功 汇丰银行在第四季度的税前利润中 有35%来自于香港市场 成为银行最大的单一市场 香港积极与内地当局合作 扩大跨境投资渠道 包括财富通、债券通和绿色金融倡议 汇丰银行首席执行官诺尔·奎因表示 投资者对中国的中长期前景仍然看好 但恢复正常确实需要一段时间 与此同时日经亚洲提到 尽管在曼谷国际车展上 展现出强劲的表现 泰国的汽车产业今年仍面临困境 由于不良汽车贷款水平较高 金融机构收紧贷款 或使泰国工业联合会预计 今年的汽车贷款拒绝率将达到30%至50% 然而在泰国EV3计划下的慷慨激励措施 为进口车辆期供税收减免 使得进口车辆期供税收减免 使得进口车辆销量增加了58% 对国内生产造成了损害 另一方面 彭博社报道尽管竞争对手 在需求疲软的情况下挣扎 BMW的电动车EV销量 却在2022年第一季度显著增加 超过了特斯拉和梅塞德斯奔驰 与去年同期相比 BMW核心品牌的电池动力模型交付量增长了41% 帮助集团EV销量增长了28% 这与欧洲EV销量因政府激励措施撤销而停滞 目前形成鲜明对比 BMW计划将其EV在总交付量中的份额 从去年的15%增加到今年的20% 目标是实现50万辆EV销售 然而该公司在其最大市场 中国面临激烈竞争 万里经济低迷和特斯拉领导的价格占影响了销量 梅塞德斯奔驰也因供应链问题和亚洲的车型变更 第一季度的总销量出现了下滑 从这些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 不同地区和行业在面对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挑战和机遇 香港的投资峰会展示了 该地区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强劲复苏 而泰国的汽车产业则反映出在金融压力下的增长 同时全球电动车市场的竞争加剧 显示了技术创新和市场策略在当今经济中的重要性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即使在困难时期 际遇仍然存在 但需要通过创新和适应来抓住 在全球目光仅仅关注的时刻 中国国仅仅关注的时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与北京进行了一场密以深远的会面 这次会晤发生在美日峰会和台北 亲一任亲主权领导人就职之前 对于当前两岸紧张局势来说 无疑是一个重要时刻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马英九在会上重申了对九二共识的支持 这一共识是当年国民党政府与中共达成的 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 但允许两岸各自有不同的解释 虽然马英九在台湾的影响力已经有限 但他在自己的党内激青北京的国民党中 仍然拥有一定的支持 而此次访华被一些人视为是一个冒险之举 可能会被中共利用 这次会面也是在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即将于5月20日讲 也是在台湾总统当选人民进党迎来史无前例的第三任期之际进行的 另一方面在汽车界保时捷的新款Taken Turbo G T在德国纽国林赛道打破了记录 成为了该赛道上最快的四门车型 不仅仅是电动车EV类别 根据《环球邮报》的报道 Taken Turbo GT以7分7.55秒的成绩 比之前的Taken Turbo S快了26秒 白车同样在加州的拉普纳赛卡赛道 设下了生产逆比的记录 Taken Turbo GT使用于Turbo S相同的双电机设置 但采用了更强大的900A脉冲逆变器 使其在使用发射控制时能够产生高达1092马力 和惊人的1300汤发刺牛举 Turbo GT比Turbo S相同75公斤 主要得I纤维装饰件 碳纤维装饰件 碳纤维赛车座椅 轻量级行李舱和特殊的轻量级21英寸轮毂 在电动车领域 中国的电动车制造商 小鹏汽车正逐渐接近于 在香港销售又驾电动车的目标 并已任命 马来西亚公司Sandarby作为当地分销商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小鹏将成为首个为当地客户量身定制车辆的中国电动车制造商 该公司部分由大众集团持有 正专注于国际市场 应对中国国内的价格战 这一策略的转变显示了 中国电动车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布局和扩张愿景 这三个不同领域的故事 无疑展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多面性 从政治到科技 再到汽车制造 中国正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求 影响着全球的发展趋势 无论是两岸关系的微妙变化 还是在全球汽车行业中的创新突破 或是在电动车市场的国际扩张 中国都在向市集复杂而多元的面貌 随住时间的推移 这些动向将进一步塑造全球对中国的认知和期待 并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形成新的国际合作或竞争格局 在The Global Mail的一篇分析文章中 加拿大电信行业的竞争强度 预计将导致2024年第一季度的收益结果令人失望 RBC的每年Securities的分析师 Rumit Krenel指出 尽管无线和互联网市场积聚扩张 但与去年相比竞争强度更高 这导致无线平均收入美用户RPU承压 有线公司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梅Krenel自认为 罗杰斯通讯将在后付费 竞争用户和无线RPU增长方面领先 而BCD和Telus即将保持互联网夹载领导地位 至于预测 揭示了加拿大电信行业面临的挑战 以及各大公司如何在这一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谋求发展 而在The Toronto Star的报道中 多伦多的空置房产税推出被批评为一团造 但伦章强调了这项税收的必要性 目的是为了解决外国投资者购买城市房产 仅作为投资者购买城市 尽管有百分之出租或出售的问题 尽管有80%的房主 按时提交了空置房置房产税表格 但伦章认为应该对为按时提交表格的房主实施罚款 以防止外国投资者推高房价 使居民难以找到负担得起的推行和执行和执行和执行 体现了政府对于住房市场公平性的关注和干预 在澳大利亚Australian Collaboration的一篇文章 Service的一篇文章中 Allen Zalind的首席执行官Jeff Demery批评了 澳大利亚反对党计划由核电替代煤电厂的计划 Demery表示理论上澳大利亚在未来是 理论上澳大利亚在未来是到15年内建造核电站是可能的 但禁止核能的政策将使这一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 他还警告随着国家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交费者将面临更高的能源成本 然而他也指出 将可再生能源转型为消费者提供了机会 比如通过屋顶太阳能板为电动车充电 从而消除汽油费用 这一观点反映了在能源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通过这些文章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行业和地区在面对变化和挑战时的不同应对策略 无论是加拿大的电线行业面临的竞争压力 多伦多实施控制房产税以解决住房问题 还是澳大利亚在能源转型过程中的争议和机会 都体现了在全球化和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政府企业和社会必须不断适应新的变化 寻找平衡点以实现可车失去发展和功夫 这些案例不仅提供了对当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深入理解 也为我们如何在面对挑战时做出合理决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执行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了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6WFound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